同学们 今天我们进入新的一个Unit Unit 2.1 Zumber Rezeki Zumber Rezeki 就是收入的来源 就是我们 哪里找来的钱 我们要钱来养 我们的家就好像爸爸妈妈 他们的收入的来源 他们赚钱的来源 的方法来自哪里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 Unit 2.1 Pukul Text Mukul 100 2.8 首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就是Kemukulkan Soalan 就是根据答案 它已经给了你 答案,然后你要 Kemukulkan Soalan 就是你要问问题 你要提出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到一些 Kata Tanya 对,疑问词 那么就比如说图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 Sapa 有Apa 这一个就是 Kata Tanya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有关于 Kasiat Susu Kambin 关于养奶的营养 所以我们先看图画 第一张图画就是这一个 就是有人 就是有人 他在 挤羊奶 所以他就用 Sapa 这个Kata Tanya 那么第二张图画 等一下我们也是要问问题了 我们要提出他的问题 他所要用到的Kata Tanya 就是Apao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画 OK Benternak yang memera Susu Kambin itu Benternak 就是 是羊 这个 羊的人 我们叫 Benternak 所以 Benternak yang memera Susu Kambin itu 就是那个 是羊 羊的人呢 他在 memera Susu Kambin 就是 他在挤 羊奶 那么我们要如何提出那个问题 用Sapa OK 所以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用 Sapa ka yang memera Susu Kambin itu 所以是 谁在挤 那个 羊奶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 其实他都是根据答案 然后来问问题 Benternak 就是人 所以人 我们取代了 就用 Sai 就是 Sapa ka 然后后面的 其实我们都是 插回同样 知识 然后再把它改成 问号 Tanda Tanya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 科目科 那我们再来 试读 第二张图画 Product yang dijera itu yela product Susu Kambin Product 就是 产品 Product yang dijera itu 那个卖的产品呢 就是 羊奶的产品 所以这边他要讲的其实就是 这边所有的Product 他所卖的那些Product呢 都是用羊奶来做成的产品 那么现在我们要用的Cata Tanya 就是Apa 我们可以问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提出什么问题呢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给点时间你们 用Apa 所以 其实很简单的 Apa就是什么 所以 什么 所以我们看回家伙伴 什么 就是 Apa Product yang dijera itu 就是 那些产品 是 卖什么的 所以是 Apa Product yang dijera itu OK 我们把那个 Apa Ka 就是 Kata Tanya 然后 Product yang dijera itu 其实就是 根据答案 jawapan 那边 我们抄回 异样到这一边 因为其实他回答的答案就是 Yala Product Susu Kambing 这个就是 我们来 Kemukkan Soalan 还不明白的同学 我们再来试多几题 我们再看另外两张图画 第三张图画是 Dimana Dimana Dimana就是 在哪里 所以这个图画就是看到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在家 一个人在拿着那个 羊奶 OK 另外一个图画就是 Bagaimana 怎样 有一个人他去到 一个地方来 卖羊奶 所以我们就要问他怎样 我们先来看第三张图画 我们可以问什么问题 我们首先要先看 jawapan Badjet Ruben 这个就是Badjet Ruben Badjet Ruben呢 他去到这个 Badjet Ruben呢 就是四羊羊的人的家 这个人就是卖羊 四羊羊的人 Badjet Ruben 他去到他的家 去买羊奶 所以我要用Dimana Dimana Dimana 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 jawapan 这一边找出 地方的名字 然后把它删掉 换成是Dimana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jawapan soalan就是 Dimana Badjet Ruben Badjet Ruben Badjet Ruben 所以我们可以说 Badjet Rub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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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用那个 Motosika 接下来最后 我们再来看多两个 contoh 第一个是 Bila 另外一个是 Mengapa Mengapa就是 为什么 Bila是 什么时候 我们先来看 Benternak Memasukkan Susu Kambing Kedalam Botol Untok Dijua 施养羊的人 他把这个羊奶 放进去 瓶子里面 就是为了要 卖掉这些羊奶 所以我们要用Mengapa Mengapa 是原因 所以原因 我们就在这里找出 它的原因 原因是 那个卖羊奶的人 他把羊奶放进去瓶子里面 就是为了要 卖掉他的羊奶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Untok Dijua 割掉它 然后我们就加上 Mengapa 所以答案就是 Mengapa Penternak Memasukkan Susu Kambing Kedalam Botol 然后加一个问号 最后我们再看 图画 这个就是 他在喝羊奶 然后这边有一个 时钟 所以很清楚知道 我们就是要问 时间 几时了 Vila 所以我们看答案 可以问什么 Rasimi Rasimi Menum Susu Kambing Pada Boko Lapan Malam Rasimi 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喝羊奶 所以我们要用 Bila 什么时候 所以在这答案里面我们找出 时间是哪一个 就是 Pada Boko Lapan Malam 所以把这个 Santiao 然后我们就加上 Bila Ka 在前面 所以答案就是 Bila Ka Rasimi Menum Susu Kambing Rasimi 什么时候喝 Susu Kambing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 Kamuka Kan Sualan 那么 没有问题的同学 Jeku Chang 已经准备了一个练习在Google Classroom里面 那么你们可以去完成它 去提出这个Sualan 那么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边为止 Scan Terima kasih